其实柳妍在节目上曝光自己去年被甩的经历 只因自己用了半年也没想明白 觉得莫名其妙 柳妍回忆称自己跟男友头一天还欢声笑语的 第二天突然就被男友告知分手 还带着哭腔 虽然觉得莫名其妙 柳妍还是答应了 她都哭了呀 但让她感觉愤怒的是 男友不到一个月就找了新女友 还跟新女友一直在一起 这件事也一直没有告诉柳妍 柳妍想不通 后来在线上给前男友发消息探讨这个问题 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什么是真爱 哪有什么真爱 有的时候那不见得跟真爱有关 那只是一个合得来的伴 柳妍当即失望了 我恶心了 我不能接受凑合的伴 非凡娱乐整理八道 对 golden 我恶心了 对 对